哈喽小红社宝宝们大家好呀 现在已经到了新年倒计时了 所以我不知道在看这个视频的你们身处何地 打算是和家人朋友一起过新年还是会独自一人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都希望通过这个视频送给你们一个远程的祝福 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后给你们说一句2020年辛苦了 那我刚才在跟我的工作人员一起拆我的新年礼物 然后我收到一份野兽派送给我的新品 哇 登登 好好看哦 给你们看一下 哇 看 还有 姜水和护手霜 看这个外包装是不是 金色的又很漂亮 很高级 很温暖 感觉就像太阳一样 好 我现在就要来拆礼物了 今年对大家来说可能都是很不寻常的一年吧 前两个月我也回了一趟上海 然后回了一趟少年宫 是我小时候在那里跳舞的地方 今年正好是小伙伴艺术团成立的65周年 我就想正好回家看一看 我看到很多小妹妹在那里造属于她们的梦 就让我想起了那段属于我的有汗水有泪水的日子 但其实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段时光都是非常快乐非常幸福的 这个就是他们的新的一款香水 是一种奶香奶香的味道 然后有一点点甜 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偏甜一点的香水 原来它的味道又不会觉得很腻 就让人觉得很舒服 这款香味的灵魂是一种叫做安息香的香料 安息香又被称作为金色眼泪 它代表着总是有至于的希望 你想看这个瓶身超级好看吧 然后它这一颗就像是金色眼泪 然后其实呢就是树枝琥珀 然后里边一只小昆虫 然后再来拆这颗 看一下这个金石 把它造出来 它里边是含有黄水晶和白水晶混合的金石 就很有梦幻的感觉 看还有一个很美的水晶柱 其实比起液体香气来说 我觉得金石更能够让人来缓解负能量 可以让人集中精神 像我就很喜欢把这个金石的香薰放在床头 或者是放在客厅的一个茶几上 然后你可以在一个下午泡一杯热茶看一部电影 它这里啊还会有金链 滴在金石上 它慢慢慢慢就会散发出非常豪文的味道 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如果你想要停止散香的话 你就把这个盖子弄上就好了 最后就给你们安利这款 我很喜欢的乳霜质底的护手霜 然后护手霜呢 我觉得是每个女孩都要背着的 因为一年四季都需要用护手霜 女孩子的手就一定要非常的滋润 非常的嫩嫩的白白的 看一下 它是跟香水是一个味道 甜甜的 然后奶香奶香的 像我平时离开家的时候出去工作嘛 我都会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后如果在外公会回家的话 也会给她们一个拥抱 我觉得拥抱呢 可以给人很大的一个温暖 也能给人力量和安全感 如果你的包包有这么香香的味道 那我觉得你就像是一个行走的人间温暖吧 那这样的拥抱会给人更加的治愈和温暖的感觉 好了 我分享完我的拥抱礼盒了 2020年确实很不寻常 如果你们有什么流泪治愈的小故事 欢迎写在评论下方 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我们的2020年 然后一起来迎接我们特别特别棒的2021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